欢迎回到健康日记 一样是其实刚刚戴军有提到 他也很喜欢喝这个调味乳 他这个是不是也是人工合成 这个调味乳来讲的话 因为我们有规定就是要 如果一个调味乳里面 大概要50%以上 这样子来自于鲜奶 那剩下50%来自于什么 可能就是糖 色素 香料 所以基本上我们知道这种调味乳 以小朋友来讲最喜欢喝 那妈妈可能有时候会觉得说 喝这个好像也不错 也是喝牛奶 很健康 事实上这个要小心 因为他可能会喝过多的色素 我们知道说色素在研究里面 会让小朋友过动 不容易静下来 所以可能妈妈在早餐的时候 我们还是以鲜奶 是最好的一个来源 是比较好的 那如果小朋友就是鲜奶 不喜欢那个口感怎么办 对 那可能小朋友还是喜欢 有一个颜色或者 或者味道 对 那我们可能建议妈妈 就是早上的时候 比如说像巧克力牛奶的话 你可以用一个巧克力 用烤箱把它烤融了 之后把它加在鲜奶里面 至少我们没有过多的一个糖类进来 那至少它有那个味道 小朋友会接受性会比较高 另外比如说像草莓 我们可以用草莓牛奶 用果汁机打出来 或者是木瓜牛奶 我们是直接加鲜奶进去来做的 这样会对小朋友来讲比较健康 就比较天然 而且可以避免吃下这些调味乳的人工 合成的东西 对 那些色素 其实讲到这个调味乳啊 茂伯 我们调味乳其实它是属于最下段 它上面其实还有所谓的什么鲜奶 生乳等等 它在食品当中的这个标示 是不是有不一样啊 对 每次都讲到调味乳的这个坏处 我都很伤心 我从小都喜欢喝这个长大的 其实调味乳你一看就知道 为什么每一瓶巧克力的这个颜色 为什么每一瓶果汁牛奶的这个颜色 都很漂亮 缤纷 它如果只是像刚刚我们营养师说 我现在苹果牛奶嘛 我就加苹果进去 每一瓶颜色都应该不一样啊 可是每一瓶都一模一样的 表示它已经定色过了 所以就必须用色素去调整 你看 卖的哪有可能 今天那个卖出来给你这一瓶 是稍微黄一点 这个比较黄一点 你就会觉得它品质不好 那个才是天然的 而且它会氧化 颜色会变得很丑 对 它变过 它变过 所以它一定都是调过的 那调味乳其实就是说 你要多少的牛奶在里面 牛奶在里面才会是真正好的 我们怕的是这个 它不够 它不够 我们里面可能调了太多的 刚刚是调了一大堆东西在里面 所以到底含多少东西是我们比较要抗生的东西 其实牛奶这个本身不是一个专用名词 牛奶是我们平常在讲的 我们平常在讲的那个 在上面的定义是 生乳 鲜乳 调味乳 薄酒乳 大体分 这是四种 所以浓度最高的是生乳 就是刚从牛身上挤出来的这个 那后来因为技术讲究威尘安全 所以就把它杀菌过 然后你市面上出来的才是看到鲜乳 那鲜乳基本上是不添加任何东西 出了它杀菌必要的过程 所以看到百分之百的鲜乳 就大概我们在写的这个 所以你那个在法令规定上 还真的不能乱写这几个字 鲜乳是怎么样过来的 然后再来就是调味乳 就是刚刚说的 含量百分之五十 在里面 然后再来是那个饱酒乳 你怎么还原的过程 那里面有一个很好玩 刚刚也提到说 有些是从牛奶 你直接喝到牛奶 然后喝到奶粉还原过来的 我们就泡奶粉 还原粉 那因为我们这里很难 去拿到真正 每天都这么新鲜直送的牛奶 所以就改变它的形状 变成奶粉 然后比较容易使用 所以我觉得两个观点 除了刚刚讲的那个 就是营养成分 其实在这两个部分 我不认为说差很多 它其实不差很多 奶粉还原乳什么什么 这成分不差很多 那只是在这种加工的过程中 它会加进多少东西 这才是担心的 那第二个 会被稀释多少东西掉 比如说调味乳 有些什么有的没有的 那就是生乳的成分 鲜奶的成分 被降低很多了 那营养就会不够了 对 所以慎选吃下肚的食物 才能够避免把人工添加物吃下肚 我们今天很高兴 谢谢营养师 谢谢冒博 以及现场的三位观众朋友 我们健康日记 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